整个板翘起来 然后我的脚打到那个板上 然后最后那个板又拍到我头上 当然那个板拍到我头上是不痛的 我的脚顶到那个板上是还有点痛 我不知道有没有受一点小伤 看一下 真的是好像受伤了 顶了一下 白嫂 你必然要是有一些救用的 你的力钱 这痕板或中那 tag 有很多不同的 tow 所以,我會說一下,如果你有短板或小板板,請幫別人幫忙。 有些人會用一個板板或一個大板板來幫助你。 今天我們上了那個Safety的訓練,然後接著在海上也做了一些練習。 之後我們才開始衝浪。 我們看看吧。 現在就要開始衝了,拜拜。 我們要開始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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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是有挺到收穫的。 剛才練習了一下怎麼救人。 如果有人溺水啊,不能動了。 怎麼把它給擴到板上,然後把它給送到安全的地方。 然後世界要注意一點。 經過了一年多的練習。 就是堅持就是, 就是Pedal。 Pedal其實是蠻痛苦的一個過程。 一開始覺得特別累。 然後,但是Pedal又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滑出去。 然後你要滑到你要想要衝的位置啊,之類的,都要通過Pedal。 那你一開始的話,你爬在板上Pedal的時候特別累。 但是慢慢你要堅持下來,其實就是你慢慢還是能練得出來。 現在來說,我覺得我的Pedal的這個動作也好啊。 各種力度也好啊。 方式也好啊。 我感覺還算是基本合格了。 所以現在排頭起來還是比較順利。 能夠體力上啊。 包括方向上都能掌握。 好啊。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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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Huntington 這邊 這邊的話我是第二次來 第一次來的話實在是很痛苦 就不太適合 但是現在第二次 感覺這邊浪真的是很棒 你看這個後面的浪 多漂亮 它推過來的話不會馬上破掉 其實它有蠻長的一段 所以的話每個海域 每個海灘的話它的浪都不一樣 都得適應一下 像這邊的話我就 很多都抓不到 因為它不容易破的話 反正你就得位置站好了 然後找到合適的地方 你才有可能起來 要不然的話 你的位置太靠後的話 它的浪是還沒有起來的 但是速度也未必跟得上 另外的話 就是它的浪還沒有起來 你很難被推動 哇 看看看看大彈來了 這個其實是蠻好的位置的 就是你看 還是經驗嗎 以前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基本上就是被浪給打翻 然後整個板掀起來 然後人在水底下轉兩圈 那現在的話我學會了 就是說這種如果太晚 沒有抓住的話 我就會盡量的身體往後 然後壓住這個板 這樣的話就不會被打翻 這也是一個方法 好 看好浪又来了 这又是非常好的位置 其实可能再次错过 这又是一个看似可以的浪 但结果就冲到这边的话 其实它浪又没有了 这边的话就是 它浪怎么说 有时候会就破的 就不叫破的 有时候就冲着冲着就没有了 又来了 这个看起来时机有位置都很好 还是还是太太太靠后了 我觉得可能还要再往前一点 不过这里真好 以后就来这里了 你觉得这边好吗 我觉得好啊 你觉得不好啊 这边的践踏有地方不在 看这个就是那个快速 那个发电卡的 哎呀 太软了 不限时了 不算了 缺语价可以 但是 不要够从我们往前推 我吵 这样存不下 喂 这样的 原来 前面這個困境就是倒上不下浮 我們現在有水平倒上不下浮 對啊 所以就是天好水上 我上次抓到兩個立的 再上次抓到三個立 很困難很困難 我發現小一點的浪還容易抓到立的 真的好像有很多 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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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海附近的地方 他們那個沒有那麼陡 那個刷沒有那麼陡 所以說 但我們不太 不太下去的話 不太被衝上去的話 也沒什麼 它這個浪 就今天來說這個浪出來也算不難了 我可以講 但那個碼頭那邊的浪就平衡了 比這個好處 上回我們就去那裡 對啊 我們現在 但那個那天不好 對我們現在浪很大 那天浪很大 去那裡就不錯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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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樣的動 它這個就很慢 甚至有一點消失的感覺 可以上去以後走路 你試一下 可以走路 你試一下 那還是要再拍抖多一點 啊 啊 啊 這個我趴到這邊又碎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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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話是第二次來Huntington Beach 這一次的話啊也是沒有衝好基本上沒有衝到一個滿意的就是基本上都沒有啊就是結果差不多但是感覺就不一樣 這次感覺這邊的浪特別好可能季節也不一樣或者說我們選擇的地方也不一樣因為上一次我們是在這個Pier的那一頭這次我們在Pier的這一頭然後時間上當然也不一樣所以的話這次我感覺這個浪呢就特別好只不過說跟之前上菜比去那邊浪不一樣這邊浪不容易破所以的話當有你感覺上抓到浪呢 其實那個浪還沒有破所以它還是比較平緩的推那那個時候你按照以前的經驗的話你就已經能起來了但在這裡的話起不來所以的話就是有可能要Pier的啊速度要更快一點或者說站的位置要更加準一點也就是說更靠近啊啊啊浪的就後面靠近沙灘 就說不是在我們不是有所謂的ABCD幾個位置嗎A的話太早了B的話剛剛好C的話有點晚了D的話完全就不行所以我們應該是站在B和靠近C的位置 可能就比較容易上來所以可能就比較容易上來所以得適應一下這邊的那個浪 然後剛剛最後一次我衝的時候那個也是被浪拍了就要可能是另外一個浪比較大然後我又比較靠靠近那個C的位置的話 那個整個板那個整個板翹起來然後我的腳那個打到那個板上 然後最後那個板又拍到我頭上當然那個板拍到我頭上是不痛的我的腳那個 我的腳那個頂到那個板上是還有點痛我不知道有沒有收一點小傷看一下 大家看多好的一個浪如果沒有抓到結果就跟板插在那個沙上然後另一頭的話我的腳頂到那個地方 腳就受傷了待會給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好像受傷了 就頂了一下 剛剛上完安全的培訓就受傷了 雖然這是一個小傷但是還是得注意啊 我也提醒所有喜歡衝浪或者想要去衝浪的朋友 衝浪總體來說是還是比較安全的但是還是要注意 因為那個浪的話的力量是實在是非常大 那個有時候板拍到自己啊或者說是頂到那個地方 有時候手指啊腳指啊 還有那個特別是尾棋 上回的話那個我跟胡小就撞在一起呢 他的尾棋就刮到我的板上有一條很深的很 如果刮到身上或頭上的話那確實是挺危險的 所以的話有一些基本的知識還是要學習 比如說我們不能靠得太近啊 然後看你的水平 那個去什麼樣的地方衝啊 然後遇到讓你抓不住的時候 會被掀翻的時候你該怎麼辦啊 這些都是有些技巧的 等我經驗更足一點的時候 我整理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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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